搞了分钟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韩国瑜 你对于下班后的计划定了很多 但一晃眼八点已过 面前没有妹子还是只有办公桌 何必这么累 真正的庶民总统果然苦民所苦 那些蔡英文无法解决的公事与劳工问题 韩国瑜一出手就立马解决了 不过现在高雄市议会 打算到了六点多的时候 就可以下班了 但是这样一实施的话 后面大概十几二十个议员 没有办法跟市长咨询 网年市长报告后 议员只要登记就能够进行咨询 上个会期曾经进行到晚上11点 但国民党团这次以优势人数 通过晚上6点准时结束的新规定 上午51名议员登记 只有前12名能够咨询 把这年头咨询还要挂号 请问你是在他妈的看股科吗 刚才你说的议会限缩议员咨询权 市政府这边我们没有参与 完全是尊重议会的决定 限制时间跟人数还只是小手段 在议会浪费大家的时间才是战术精髓 这么简单这么无耻真的有可能吗 所以市长你能不能很清楚的答复 你离开之前明年一月 我们假设你会当上总统 你的选举补助款在你的口袋里面 已经在你的财产申报里面 2677万 你是不是就会出来 捐到这个青年创基金里面去 好谢谢各位议员的咨询 各位议员咨询有几个特点 非常值得我们市政府来关注 北漂妈妈的心情 目前为止我们教育局放出的大概 这个财产你就捐出来给青创基金 拜托你回答这个好不好 这个问题我一定会回答 而且我立刻就会回答 因为我的时间就是 但是我必须要检议员刚刚所提的 这个非常重要 北漂妈妈 我们就请市长书面答复给我们就好了 对不起市长您请坐您辛苦 您请坐 你不是要听我要答复你吗 捐款的事情吗 我到底要不要回答 我到底要不要回答 犹太教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为善如果让人知的话 善行要打折扣 所以从一年 谢谢市长你愿意 所以我还没有答复你 为什么这么急 当大家都在发解网红跟议员时 韩国瑜才不讨好 通通打爆 我用我的肛门 把一根筷子给夹断 什么高雄人 要选一个 长得像和尚的人 来当你们的市场 难道你们 你们大家是想要成佛吗 我没想到他们的表现中间 会这么 粗俗下流不堪 这个已经不是艺术了 真是太下流太破坏风俗了 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出现在韩总掌握的宇宙呢 我不知道究竟谁的粉丝比较硬 但我知道鹅很乖 鹅不引战 鹅今天只想跟韩总一样早点下班 你早说嘛 你赶快去 只要两秒钟 滑鼠一道右下角 目前订阅34600 明天928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陈水扁 天下和酒必分 分酒必和 台湾政坛也是如此 国民党初选群穷崛起 最后只有韩国瑜挺了下来 反观早早比病后选人的民进党 在初选过后出现了小淘气 秀莲学姐出来PK蔡英文 那个曾经跟她征战天下的她 选择在这时候站出来了 对着她要来参与总统 比较特别向南 李副总统说 你的天女已经跪了 哈罗68岁的陈同学 你这样讲75岁的女同学是不厚道的 台湾的政坛就是最大的养老院 你没看国民党主席吴根毅71岁 行政院长苏贞昌72岁 也回国当院长 台湾的政坛只要没有老人痴呆都试任 因为很多没痴呆的看起来都很痴呆 我等一下来请示预防大帝哈 是不是我的天命已过哈 政治不难 直悲就好 谁说秀莲没跟上时代的 我不知道秀莲的天年到了没 但是我知道水扁的刑期还没到 看来阿扁头脑还很清楚啊 离开了中间不吃牢饭 有事没事组各党 天天吃大餐又站台 心情好就写个书开个签书会 心情不好就开个直播干世界 背了七亿关了六年就有这种待遇 台湾贪污饭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法且枯燥 反正蔡英文永远都不敢处理这咖 从前我不能理解意大利人 为什么看着自己的披萨贝加上凤梨会暴怒 直到看见日本人拿着珍珠干的好事 我才能理解那心痛的感觉 够了 亲爱的日本朋友请你们住手 我改珍珠就已经很超过了 你们现在还想动什么歪脑筋 在节目上用这样热烈的眼神看着郁元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他一而再 再而三挑战我忍耐的底线 郁元1946年在瑞芳被研发出来 不管是热的红豆汤烧仙草 还是清凉的爆冰豆花 他都是台湾甜点的好朋友 但现在上了日本节目 我看命运是凶多吉少 近日本人把肥宅神物珍珠拉下神坛后 我在这里宣布 第二届台湾小吃首顾大赛开始 绿元生鱼片 绿元天妇罗 绿元拉面 绿元寿司 通通 不允许 日本人对吃的创意无限 但是我们经不起打击 请让我们对绿元保持美好的想象吧 这是配合台湾法规的新规定哦 放屁大赛 你看过一些奇奇怪怪的比赛 有比睡觉的 比发呆的 还有谁的是长任 其最短就能当上总统的 但这些比赛在多多无色无味 印度一个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在哪的苏拉克市 举办了一场名为Waterpark的放屁大赛 比赛有时间 音量 旋律三大项目 胜出的屁王将可拿到6500元台币的奖金 真的是花惹法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结果比赛开始大家偶包放不下 只剩下尺力不足的尴尬 六十人报名 二十人现身只有三人敢上去比 三个人上台后还都不敢放 我不懂那你找这个来干什么 上台的三名挑战者只能抱着安慰奖回家 三个大奖也没有发出半项 看来温烧跟害羞果然是世界通病 就像台湾政治人物也都是上台后 大家才发现他们什么都放不出来 讲话不做事也没有动作 什么都不弄提不出的屁来 今天的特搜就到这边 先不管是呱吉吃大便还是被韩总用屁眼瞪 听完这首别问我喝了什么的小曲 一起迎接周末吧 大实商片 哪都不出了 cripple 到你们一起去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 要 mitigate